这是项羽的成名之战 一战奠定了他的地位 就连技步都对他跪了 在此之间项羽虽毛 却因为有实战经验 而一度被项羽轻视 所以东军这块硬骨头 项羽本来是打算交给 经验丰富的技步来砍弹 可项羽却对此表示不服 我愿任先锋 给我三百人马 半日之内 定能克其成杀其主 他觉得如此重要的任务 交给一个秦国的降将 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两人就这么僵持不下 最后项羽一气之下 竟然夸下了海口 看到侄子如此诚恳 又立下了军令状 项羽只好让项羽去攻 然而到了城下才发现 守城的秦军足有三千 而且装备了强弓硬弩 按照以往的惯例 想啃下这样的硬骨头 攻城的一方兵力起码 得有守城那方的十倍 可项羽身边只有龙鞠 为他带来的三百勇士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 换做一般人早就怂了 可项羽没有慌乱 他命令这三百人 每个人的手上都拿一块 结实厚重的盾牌 并在攻城的时候 三百人紧紧地锁在一起 把盾牌全部朝外 组成一道天然的铠甲 龙鞠 上城墙 用弩枪 当这三百人到达城下 并撞开城门之后 项羽借助弩枪登上城楼 首先将对自己队伍 威胁最大的弩车砸烂 这样一来 对方就没有什么武器 可以攻破自己的盾牌阵了 然后项羽左右开弓 以一当白杀的金军 鬼哭浪嚎 项羽将军怕是数多尽少 都做我记得 他是我真的死亡 要真做了项梁大剑村的 率援军到了东郡城下 既不等人全都傻眼了 这里的战斗早就结束了 城里城外躺满了 金军士兵的尸体 区区三百储君勇士 竟真的拼光了三千秦军 既不等人在震惊之余 发自内心的钦佩这位 不明则已一鸣惊人的 项羽项大将军了 此战过后项羽名声打造 为他踏上霸王之路 正式拉开了帷幕